CM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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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價格非常實惠 很適合小朋友 因為這邊很多小朋友愛吃的東西 做蛋糕的感覺 哦 哦 一進門就先裝飲料 好之前呢我有說過 就是我很喜歡一家Buffet的麵包 我那個麵包看起來平平無奇 可是我一吃之後驚為天人 然後有時候去Buffet可能會吃個兩三個麵包 就是這一家 它的餐包長這樣 沒有很小顆對不對 然後裡面也沒有夾任何的東西 好久沒有吃到麵包了 應該差不多快要有一個月了吧 我跟大嫂現在都在減脂、蒸雞、減肥 然後就比較少碰這種澱粉類的東西 那今天想說都要來拍片了 我就可以好好的吃一下 我沒有辦法走到這一間Buffet 然後不吃這個麵包 但我覺得這個麵包不是每一家分店都好吃 有不一樣 所以你可要看看你城市的那一家好不好吃 因為我們家這一間就還好 哈哈哈哈 我們之前住200那裡的 那一家分店那個麵包很好吃 好我再打一資訊欄好不好 所以加上它就有點偏硬 太乾的一點點 可是基本上配方味道是一樣的 就只是它烤太乾了 好我每次來呢大概都可以吃五隻炸雞 雞腿左右 然後小濤的也喜歡 有時候還會加那個粿味 就是肉汁 然後淋上去 更好吃 它炸皮真的很薄很薄 好 哇 好 等一下來帶大家來看一看它的自助吧 有什麼東西吃 首先呢是炸雞 這邊炸雞很好吃很新鮮 皮也不會太厚有調味過的 然後馬鈴薯泥 加上這個比士吉 鬆餅 然後 花椰菜 起司醬 胡蘿蔔 飯 蔬菜 魚 還有他們的招牌 這個dinner roll 麵包 接下來這是hot roast 就是半燉牛肉 這是蘑菇牛 這是蘑菇牛 剛才被拿完了 一些蔬菜 這應該是其他的一些 燉雞肉 墨西哥的口味 墨西哥taco的肉 Nacho 吐司 馬鈴薯 這個應該是炒蛋 炒蛋現在被拿完了 然後蘑菇 這是燉飯 豆泥 豆泥烤雞 各式的青椒蔬菜 雞肉 這是一些炸物 炸魚 這個是炸蝦 這邊有烤馬鈴薯 烤地瓜 這邊可以自己做漢堡的 這是那個Cheeseburger 漢堡肉還沒有來 然後洋蔥圈 這是美國的Meatloaf 就是那種肉排 碎肉排 青椒 喔 ok yeah ok great 剛剛那個經理 跑過來說 他們等一下晚餐時段呢 就有這個牛排 然後薯條 炸雞 還有這個 辣椒 Pizza 這個是 鍋菜 Mac and Cheese 通心粉 還有這個義大利麵 接下來呢 有三種湯 有那個墨西哥的Chili 那個濃湯 還有雞肉麵 還有這Clam Chowder 蛤蜊 沙拉 沙拉吧呢 就反正很多蔬菜 就不一個一個介紹了 那好處是 這邊有一些 小朋友喜歡吃的馬鈴薯沙拉 然後 海鮮的蟹肉棒沙拉 空心粉沙拉 然後一些水果 接下來來看甜點區 好 這個 美式的布丁 蛋糕 藍莓派 果凍 還有這個 草莓起司蛋糕 杯子蛋糕 還有 新鮮草莓 沾的巧克力 餅乾 巧克力布朗尼 還有這個 可能小女生會很愛的這種 海綿蛋糕 這個是櫻桃派 還有 Carrot Cake 這個應該是棉花糖加巧克力 小朋友也會來這邊拿 一袋一袋的現成的棉花糖 這邊還有 還有其他的檸檬蛋糕 然後 蘋果派 還有這邊是熱的甜點 有這個麵包布丁 這個是 那個 Peach Peach Cobbler 水蜜桃的熱的派 這邊還有三種冰沙 還有冰淇淋優格 這間餐廳叫做Golden Corral 在美國的很多個州或很多個城市 其實它算是一間連鎖的平價自助餐 然後很奇妙的是 譬如說我們現在的城市 是一個比較白人居多的城市 所以來到這邊呢 大部分的用餐的民眾 就會是白人或是一些墨西哥人居多 這邊亞洲人就非常少 那我知道的是像 如果今天是開在亞裔多的城市的話 那亞洲人的用餐人數也會比較多 或是像 我們去過 位在於墨西哥裔的很多的城市 那幾乎用餐全部都是墨西哥人 那當然我相信也有黑人多的城市 用餐的人就會很多黑人 所以我覺得這間餐廳它的價值在於說 第一它對美國當地的消費者來說 很多就是中產階級的 或是像我們這種帶小朋友來的話呢 就是很適合小朋友 因為這邊很多小朋友愛吃的東西 那接下來呢 我覺得為什麼會介紹給華人朋友 是因為這間餐廳第一 它的價格呢 非常的實惠之外 我覺得對於年輕的亞洲的遊客 來美國玩的遊客來說 你只要到Google Map 打上這間餐廳的名字 你就看看你在哪裡附近有 對華人來說 美國這裡在外食用餐的費用其實都蠻高的 譬如說現在在這邊的物價來說 一個排骨便當 可能就13到15塊美金 至少有些地方還更高 牛肉麵也是一碗15 可能到18、20都有可能 所以甚至連一個飯糰可能就要8、9塊美金了 可是在這邊吃呢 成年人大概是15、16塊美金 不同城市的價位會稍微有點浮動 然後今天小朋友來喔 特惠因為它是慶祝小朋友開學 所以這幾個禮拜呢 小朋友來這邊用餐呢 其中有一天呢 只要2塊9毛9美金 3塊美金都不到 等於台幣還不到100塊台幣 小朋友就可以來吃這麼多東西 吃到飽 是不是很划算 而且還包含飲料喔 還有私樂冰 對私樂冰 還有那個遊樂園玩的棉花糖都有 然後各式各樣的餅乾蛋糕 當然我們平常會控制它 就是不要吃太多甜的 那小朋友如果偶爾來這邊 就可以讓它放縱一下 畢竟我們大概有3、4個月沒有來這裡 那對於我覺得來美國玩的 年輕的華人朋友 如果不想要花很多的錢去吃飯 然後可是你有想要 瞭解美國當地的文化 他們當地的人 居民 喜歡吃些什麼樣的類型的東西 我覺得來這邊你花一點點錢 因為美國當地的 喜歡吃的也有一些墨西哥食物 所以我就拿一些比較需要功夫的菜色來吃吃看 那當然我們來到這邊的期待不會太高 因為不可能像是那種 一定是不可能跟那種非常道地的美食專賣店比 我覺得只要味道大概有到位就可以 那畢竟來這邊其實都是當地居民熟客 所以它品質做得太差的話呢 就沒生意做不下去倒掉 好第一個呢 這個是美國西南方的老百姓會常吃的 就炸這個Catfish炸魚 炸魚呢 我們看得到一些胡椒的顆粒對不對 它的魚味蠻重的 有些人喜歡 可能有些人不喜歡 喜歡吃魚的就可以接受 肉質也還算 蠻嫩濕潤的 然後皮呢 其實就算不沾醬也就可能又夠鹹了 所以它的皮是已經有調味的 美國人所謂的海鮮 是這種東西 不像我們華人可能還活魚三隻什麼 沒有啦 美國他們也會吃真的魚 烤的魚都有 那這邊就是講究 快速方便 好接下來是這個 Hot Roast 是剛剛我們看到很豐盛的 就是很多蔬菜 有燉的牛肉 好 那我們來吃吃看 喔 它芹菜已經燉到 吃不太出來那個纖維的 不會卡牙縫囉 已經很軟爛了 蘿蔔還好 還保有它的脆柱在 然後這個燉牛肉 也非常的入味 不到很軟爛 還保留了那個牛肉的嚼勁在 但是非常的入味 你看 還有這個 小的跟蝦米差不多的炸蝦 其實我大概咬進去呢 我猜大概也看不到蝦肉 哇 漂亮 沒有到蝦米 有比蝦米再大個大概十倍左右 至少你有吃到蝦 營養均衡 如果你想要吃海鮮的話 有蝦有魚 又有牛排 又有炸雞 所以雞啊 魚肉什麼都有 還有這種是類似 這個美式的BBQ口味的一些雞肉 蠻融的醬料味 它這是胡蘿蔔燉飯的樣子 如果想要吃米飯的話呢 這邊也吃得到喔 這是美國類似東南方口味的 Cajun的那種風格的那個燉飯 就是有蔬菜有飯 讓喜歡吃米飯的人可以習慣一下 接下來呢 重頭戲 這個是吃的呢 要矯正脖子的 就是要這樣歪的吃有沒有 然後這樣 這是改良過的美式墨西哥Caco 牛角肉非常的入味 非常多的墨西哥香料在裡面 如果在台灣比較少吃這類食物的 華人朋友 我覺得來這邊可以試試看 好然後接下來來嘗一根這個 大辣椒到底辣不辣 基本上沒有什麼調味 就是辣而已 但是滿香的 這有大概接近中辣跟大辣之間 這麼辣喔 嗯 那接下來呢 這個是meat loaf 也是美國家常菜之一 小朋友非常喜歡的 就是牛角肉 加上一些番茄醬的燉肉塊 質地非常的細膩 調味也夠鹹 然後番茄醬也不會太甜 就是很標準 然後我喜歡這個洋蔥圈 就是比較 不是那種顆粒感很多 像漢堡王洋蔥圈的我就不喜歡 好 吃得到這個真正的洋蔥在裡面 不是有些洋蔥圈有沒有 是那種洋蔥粉還是什麼 根本吃不到真正洋蔥 你覺得不錯 還有呢 這是這個水牛陳辣雞翅 但是 大概小辣而已 重點是它 它的皮是有先炸過的 所以皮還保留一點脆喔 甚至比一些美式餐廳 單點像Fridays啊 或什麼的 它的皮還更脆一點 炸過更不油 應該把油已經逼出來了 所以吃起來還蠻清爽的 然後醬的話味道也就是 就是那個水牛陳辣雞翅醬到哪裡吃都差不多 但是呢 你看 你在美式餐廳要點 一份這種辣雞翅要多少錢 對不對 不便宜 在這邊你可以無限吃 好呢 最後呢 就是它的烤魚 就是白魚 魚非常的軟嫩 然後 加了一點輕微的調味粉在上面 愛吃魚的呢 吃到這個魚 我覺得也會覺得是OK的 只是這樣調味就是比較美式的調味 那當然呢 亞洲朋友 華人朋友 有時候喜歡來到這邊 我個人覺得最好玩的季節是 10月20幾號左右 到12月初 這段時間最好玩 為什麼呢 因為萬聖節是10月31號 還是30號 反正 萬聖節前一個禮拜呢 你先來美國 你就可以逛各式各樣的萬聖節的商品店 還有萬聖節的那種鬼屋啊 很多主題樂園都有萬聖節主題 看看一些美國人奇特的裝扮 很多地方都有遊行 還有南瓜樂園等等 算是重點的一個文化之一 接著就是11月底的感恩節 也會有很多一些餐廳 推出感恩節的火雞大餐 特餐 這時候很多餐廳都會提供一些限量的 限定的套餐呢 就是遊客也可以去嘗鮮 其實11月多呢 下旬到12月呢 幾乎就可以感受到聖誕節的氣氛 那時候也很多美國的城市都會 有那種聖誕節的嘉年華啊 所以那個時候也特別的好玩 氛圍特別的好 很多美國住宅區 居民自己都會裝飾得非常漂亮 你光是開車 甚至在那邊散步繞一繞 你都覺得很滿足 當然呢 如果是天氣冷的時候來美國呢 我相信這個華人遊客朋友 一定喜歡喝濃湯嘛 對不對 那這邊剛剛看到有三種濃湯 那這雞肉麵湯 也算是美國很常見的 小朋友很愛的 嗯 如果有華人朋友 外面玩得早熱涼 有沒有 喝完這個熱湯呢 很多美國電影都會演說 這個 只要有男主角或女主角感冒 有沒有 他的情人就浪漫的 自己燉煮了一鍋這個 Chicken Noodle給他們 所以 有吃這個你就感覺 這個營養均衡 非常的普 美國人的雞湯 對 就是美國人的雞湯 這個當然就是台灣也常見的 蛤蜊濃湯 這個我就不多做介紹了 那當然呢另外就是他炸雞有各種部位 有雞腿 你看 這個雞大腿也有雞胸肉 我沒拿 還有這個雞翅也都有 所以可以滿足喜歡吃各種部位的 可以自己去挑 而且呢 因為他出爐的很快都很新鮮 那佩莉剛剛試吃過 我就不介紹 只是呢像我來這邊 我會常常喜歡吃些 美國這個東南方 西南方或是墨西哥的料理 佩莉他不太喜歡吃這些 所以他每次來呢 就是專攻炸雞 等一下還有牛排呢 我就拿一塊牛排 給他試試看這邊的牛排水準 看怎麼樣 好 但炸雞我是喜歡 就是在炸雞腿的這種 比較大塊的炸雞 喔 小朋友那邊呢 也會有這個 長得超級像肯德雞的 完全 炸皮跟肯德雞 一模一樣的炸雞 但是我覺得他就是 呃 稍微 乾 跟 硬了一點 我覺得他沒有那麼好吃 但是他調味比較淡 就是不會這麼的鹹 確實是適合小朋友 然後 我覺得大人就還是吃這個 呃 大人的炸雞好了 小曹德也很喜歡吃這個炸雞腿 好還有像是 小曹德來這裡呢 一定也會吃這個 美根起司 他的味道就是 呃 非常小朋友 我覺得這是過於軟爛了一點點 可是就很適合 如果你今天的小朋友才兩歲 咀嚼能力沒有這麼好的時候 他就是很好咬 就咕嚕嚕嚕嚕嚕 就一直灌進去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這裡的美根起司 是適合小朋友吃的 好 剛烤出來的這個 medium的牛排 那牛排呢 呃 據他們說是沙朗的部位 烤的熟度也還不錯 哦 medium bread 大概三四分熟而已哦 這裡的調味就是夠鹹 對我來講是剛好 對佩麗來講 蛋口味的 可能這個牛排就會過鹹一點 可以那個 加牛排醬 酸的那種牛排醬 A1有沒有 去調適一下 但是他炭烤的這個 焦香呢 還有牛排的這個 烤過的那個香氣呢 確實可以滿足很想要吃牛排的人 可以看到一些筋一些 肥的部分呢 就可以自己把它切掉 但是光是我剛吃瘦肉的部分 我覺得肉質是可以接受的 然後呢 今天晚餐時段呢 他還有這個火腿 火腿一般呢我不太會拿 但是既然是拍影片呢 我就想說看看 就吃一下給大家看一下 哦 這火腿是用這個蜂蜜焗出來的 所以呢 表皮帶了一點甜 然後煙燻的味道也非常的夠味 肉質也算細膩 好 這應該是這個 路易西安那州 有名的辣香腸 哇 香腸炭烤過後 那個香氣非常的十足 味道也是 滿鹹的 重鹹 然後微辣 算是很開胃 所以我就覺得 來這邊吃呢 真的是優點就是 每個人的口味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 去拿自己的餐點 然後 價格又這麼的實惠 所以 我覺得是可以推薦 因為雖然當地的華人 朋友 他們可能會覺得說 這類型的餐廳啊 用餐品質 就是食物本身 第一 沒有很合 華人的口味對不對 因為倒是美式餐點為主 但是我覺得 以遊客的心情來的話 我本來就是想要 常常看美國當地居民是吃些什麼 對不對 CP值 性價比非常的高 不管是服務啊 各方面呢 也都中規中矩 算是一個很安全溫暖的地方 那就推薦給大家參考看看 我剛剛還有想到一個重點 就是 像我這一種 並沒有很愛嘗試 各種外國料理的人 我比較 未不國際化嘛 來這裡還有一個好處就是 你不怕你 點菜點到地雷 因為你 你頂多就是吃到飽 拿到一個你不喜歡吃的 那你就只是拿一個而已 你不會說 點了一盤菜是 你不喜歡的菜 那就很浪費錢 所以我覺得 可以先就是 來這種吃到飽的地方 你就把當地 他們喜歡吃的一些菜色 基本的傳統菜色 都試吃過 然後知道說 哪個料理 可能是對你胃口的 那你之後再去那些 專門單點的美式餐廳也好 墨西哥餐廳也好 你就可以單點那一個 放心的去點了 就可以減少你 點到地雷浪費錢的機率 甜點食客 然後我覺得來到這裡啊 既然你都已經來了 你一定要試吃看看 胡蘿蔔蛋糕 如果有在看佩佩豬的人 一定對胡蘿蔔蛋糕不陌生 裡面那個兔子 Rebecca 她媽媽最拿手的就是胡蘿蔔蛋糕 然後之前看到胡蘿蔔蛋糕的時候 都覺得 就是你沒有辦法想像 就是一個 蔬菜做蛋糕的感覺 但是 因為這裡是吃到飽嘛 所以你沒有 沒有額外付出一個金錢的成本 你就試吃看看 我第一次吃的時候 就發現 驚訝 驚艷 就是 哇 胡蘿蔔怎麼可以 變成這麼好吃 這胡蘿蔔蛋糕呢 它的外觀看起來 有點像是我們的那種發糕 就是比較粗顆粒的 甚至你可以看得到很多一絲一絲的 胡蘿蔔顆粒 很健康 纖維很多的感覺 然後吃起來呢 你並沒有第一個會聯想到胡蘿蔔 是很濃的肉桂味 然後裡面還有一些 那個堅果的顆粒感 就是整個濕潤 滿甜的 就是吃那種肉桂的那種甜 然後 我很喜歡 然後這個糖霜 上面的糖霜也是 就是混在一起吃 如果你本身是喜歡吃肉桂捲的 這個胡蘿蔔蛋糕 你絕對可以駕馭 然後一定會很喜歡 然後來到這裡呢 也有很多小朋友 喜歡吃這個布丁 布丁蛋糕 尤其像是卡士達 然後上面 放了一些麵包 就是烤過的麵包這樣子 這是亞洲人也很能接受的 然後呢 還有在美國這裡啊 大部分的吃到寶餐廳 都會有這一種 小朋友的果凍 這個果凍呢 如果你是大人 我也建議你試試看 因為它跟我們一般在台灣吃到的果凍味道完全不同 它會有各種顏色 超市也有賣 然後 它是有一點偏酸的口感 然後比一般我們的果凍 來得更加的 緊實 可是又不到蒟蒻 就是我自己也非常的喜歡這個果凍 就不只是小朋友吃的 這個是櫻桃口味 我比較喜歡草莓口味 然後呢 有一些分店會有巧克力噴泉 它的棉花糖跟草莓 然後有時候還會有別的水果 你是自己去那個巧克力瀑布 噴泉 然後沾巧克力 那這一家的話呢 它是幫你弄好 我覺得也不錯啦 對 就是棉花糖也是我跟小桃的必吃的 然後小朋友也可以吃這種美式餅乾 但這個餅乾 它沒有到美式軟餅乾這麼的軟 它就是有一點硬度 但小桃的也喜歡 然後這邊還有很多這個 像是手工的巧克力塊 但是 又不到巧克力這麼的硬 我先吃吃看味道 好 那你吃 比較偏巧克力的布朗尼 好甜喔 好甜喔 然後這邊還有一塊 就是 布朗尼蛋糕 喔 吃完剛剛那一塊 我連布朗尼蛋糕都覺得好像沒有很甜 那個一小塊的 它真的還蠻甜的 在這裡呢也可以看得到各式各樣的水果派 我覺得到美國它就是一定要吃派 就是到處都會有各種的派 連超市都可以看到很多派 然後甚至是你在看一些美劇啊 美國電影的時候 他們也喜歡在家裡做派 那到了美國之後 發現他們連超市都有賣派皮喔 你就自己直接買了派皮之後 你可以去買新鮮的水果 然後把新鮮水果弄進去 然後加點果醬 你就可以在家裡輕鬆烤派了 然後我最近看的一部電影 它剛好就是在家裡很喜歡做這種蜜桃派 好 先吃這一個 這是一盆的那個蜜桃的餅乾的東西 有一種在吃果醬的感覺 但是這個的蜜桃它有一點帶酸 我覺得很不錯 就是非常的純手工 像有一些吃到寶店啊 你吃到它的甜點 你會覺得好像就是 像超市那種大量批發的 但是這一家的甜點 你都會看到他們的廚師 是真的就是 拿新鮮的出來 然後這個都熱呼呼的 好啦 我現在要試吃的是 蘋果派 如果你喜歡吃麥當勞的蘋果派 這蘋果派的味道我覺得 嗯 有的拼耶 好吃的程度是差不多的 然後它有些許一點點的鹹 但是它的整個派皮是很 很脆的 就是鬆脆 很清爽的口感 嗯 嗯 對 單吃派皮都覺得好好吃喔 嗯 當然我的評價的標準 是以那種超市的甜點啊 比較家庭式的甜點來說 我覺得這裡的甜點 算是在吃到飽的店 甜點算是好吃的了 那當然不是那種精緻 咖啡的那種會賣的那種 比較貴的甜點 可是你能夠吃到這些 就像是一般美式家庭媽媽們做的甜點來說的話 就是很好吃的啦 好啦 哈哈 然後這是蘭莓派 看得出來齁 它的派皮非常的酥脆 就是整個鬆鬆的 然後對 拿起來都鬆開了 嗯 很好吃 它是不會太乾 重頭戲 大陶說 一定要吃的 草皮起司蛋糕 嗯 來一下吧 你看我一開始表情怪怪的對不對 因為我一開始吃到這起司蛋糕的時候 我覺得 怎麼這麼像布丁啊 就是 有一點已經偏像布丁的口感了 可是你 吞下去之後 喔 有起司味有衝出來了 應該是大概就是輕乳酪的等級 就是不是很重很重的起司味 但是它質地非常的濕潤 然後它的餅皮是帶鹹的 所以我覺得整個 會想要讓你一口接一口 還蠻過癮的味道 好來這邊呢 如果你不點飲料也沒關係 它有斯樂冰吃到飽 而且還有三種口味喔 除了斯樂冰之外呢 也有雙麒麟 好啦 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影片 分享給你們 做參考囉 掰 我們趕快繼續吃囉 我覺得我好像蚊子喔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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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